這是我們的作品 長了翅膀的衣架 他穿針掛臉 他的特色呢 就是這個掛布的部分 他是一個螺紋的設計 他的原理就跟我們木螺丁一樣 鎖在木板上鎖 越鎖越緊 而這掛布的部分呢 鎖在我們的塞桿上會越鎖越緊 那這樣呢 就不容易被風吹掉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這個耳朵 這個耳朵的設計是讓我們能夠更厚的掛上去 以及更厚的拿下去 接下來要說 從衣架掛布的部分 會做得特別大 是為了讓我們更方便的掛進塞桿 而他的缺點是 風大了的話 會容易掉下去 我們做了掛布的部分呢 他有螺紋的設計 那因為有螺紋的設計 他會越卡越緊 那就不容易被風吹掉 另外要說的是 上面有磁鐵的這個塞衣架 他的缺點就是 不是每一家家裡的塞衣桿都是鐵座 有可能是木桶 或不鏽鋼等等 那磁鐵還有一個缺點 他放久了 磁力會消退 而且放久了 會長灰塵 比較難進去 風大的時候 普通的衣架會重點 那這樣衣服就沒有通風 會比較不容易蓋 而我們設計了 風大的時候 他不會動 所以這樣子能保持一個人的縫隙 那衣服比較容易通風 會比較不容易蓋 一般的衣架 他的駕駛部 平整也是比較平滑的 那麼會讓衣服滑起來 重新使用的話 也會讓你的衣服變起 而且在駕駛部的過程中 速度也比較慢 拿起來的時候也會比較慢 但我們長翅膀的衣架 他不一樣 他的駕駛部呢 可以像小鳥的翅膀一樣打開 然後就摔起來 我們在穿過衣服當中 他可以很快速的把它駕起來 你可以很快速的把它取下來 先把它穿到衣服裡面 因為加一部碰到臨口 所以會讓他的 所以它會收起來 然後穿進去之後呢 因為那種收到臨口的底板 他就可以很輕一點就把它拿起來 拿下來的時候呢 因為加一部碰到臨口 所以會讓它收起來 我就可以把衣服拿下來 就是一部碰到臨口 而且已到 inclined看到的